二位 有劳你们暗中潜伏 观察防腐是否有异常 有消息及时来通报 没问题 交给我们呢 沈长青 你真的不怕吗 真得给你们普及一下 唯物主义教育 话说 你有必要搞得这么夸张吗 本王乃千金之躯 可不能有闪失 请慎一点肯定没错 沈长青 你让张无敌他们去查探消息 你到底发现什么了 我想起曾经在一本武侠小说上 看到过类似的方案说法 所以想让张无敌他们求证一下 武侠小说 那是什么 侠以武犯禁 如以文乱法 武侠小说 就是他们的传奇故事 你还读过史记 沈长青 看来你还真有几分真材实学 我对你又高看了几分 殿下 闹鬼了 闹鬼 鬼呢 哪呢 快说 到底怎么回事 外面 外面有个无头鬼 他脖子上没有头 手上拎着自己的头 在宅子内走动 无头鬼 在哪里 带我们去看 世长青 您认真的 那可是无头鬼啊 哼 这世上怎么可能有鬼 你要是怕了 就甭去了 谁怕了 去就去 世长青 这真的是 无头鬼 学长 真的是鬼 世上的阿妖鬼啊 别自己吓自己 再说咱们四个 他就一个 还怕他不成 你俩不是高手吗 现在 就是展现你们实力的时候 学长 我们只会对付人 不懂得对付鬼啊 杀人我们在行 捉鬼可真不行 所以想让我们上 这变脸能力 你们是懂节目效果的 行 你们给我上 若是能打赢 每人赏赐黄金 五十两 若是你们俩有什么意外 抚恤金 每人黄金百两 好 活出去了 这么多钱 死也值了 干了 看到了吧 这就是我手底下高手的风范 只要钱到位 神也敢报废 网友成不我欺啊 走吧 咱们也跟上 啊 我们也要去吗 废话 咱们不是来查案的吗 你莫非怕了 难得沈长青 又投靠我的意向 我要是表现得让他失望 他恐怕就要改主意了 我可不能措施良机 笑话 本王会怕 守着 喂 你的腿在哆嗦啊 我晚上天亮 我那是冻的 太牛了 还以为你是个江湖骗子 原来真是高手 原来还有硬茬子 可惜你们都得死 你们是谁 杀你们的人 秦先生 我们来长安 不是要帮助太子 对付沈长青吗 你怎么派人去刺杀太子啊 我得到情报 太子和沈长青 勾结在了一起 既然如此 那就将他们一并除掉 我们的目的有二 除掉沈长青 搞乱大唐 我今夜就来个一箭双雕 既然是要杀沈长青和太子 为何要找杀手呢 我们却不是更有把握 这是我重金聘请的杀手集团 都是江湖一顶一的高手 刺杀沈长青与太子足够了 不杀手花的钱 我加价一费向大喊报仗 差额可都进了我腰宝 其实这是一箭三条 很好 不愧是我的手下 不对 哦对 等你我联手 这就是我们的手下 我说的不是这个 对 куп是 这个 是 不 是